大家好,欢迎收看工商时报前瞻一周,带您关注本周国内外财经焦点。 主计总处将在18日周五召开国民所得评审会议,确认上半年经济成长率的初步统计。 由于第二季GDP表现不如预期,加上下半年不确定性人高,也不容乐观,主计总处将下修今年的预测, 已近期国内预测机构预估今年经济成长在1.6%左右,今年经济虽无法保二,但应可保一。 日本将于15日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茅额,分析师预料,尽管全球需求趋缓,但日本出口仍具活力, 依助经济呈现连续三季扩张。 根据路透调查分析师预估值,日本第二季GDP换算成年率较上一季成长3.1%,增幅高于第一季的2.7%。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数据是18日将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,外界可借此观察日本的通膨情况。 台股上周震荡走若跌破季线收低16601点,周K线连两黑,本周盘势力拼重新站上季线, 市场将聚焦上时归第二季财报、新一波法说会及大力光除息等三大因素。 大力光、富邦媒分别将于17日、15日除全息。 大力光将发放2023上半年现金股利26.5元,共配发股利35.36亿元, 这是半年配之后配发金额最低的一次,以11日收盘价2115元计算,现金殖利率为1.25%。 而富邦媒今年将配发现金股利每股15元,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资配股每股1元,再度刷新配息历史新高。 永丰金控第二季法人说明会将在17日登场,法人关注下半年银行,证券获利双引擎动能是否能维持。 另外,永丰近年数位转型成功,数位账户大户发展是否能在激烈竞争中图为也是各界焦点。 恒生指数公司将于18日收盘后公布第二季的恒生指数系列检讨结果,并将于9月4日生效。 在指数调整生效后,上海与深圳交易所会以此为依据,相应调整互深港通的可投资标的范围。 中金公司预估快手、理想汽车等各股有望纳入恒生指数。 以上是工商时报前瞻一周,谢谢您的收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